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2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诊断与治疗二 张医师现在请您开始 那请莉莉来念一下 二重病的分辨与治疗原则 一观察症状 若有体力虚弱病症即为重病 二重病若体力缓慢下滑 表示热能月价不足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显向已现 短期恐难以恢复 三重病若体力急速下降 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情况已不容乐观 倘若又有食不下 排便困难 失眠 饱瘦 高烧 腹歇 面无光泽 声音微弱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 无言乱语 眼神呆滞患散 温迷不能表达等病症 多个同时出现 切青矿紧急 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好 我们就先念到这里 这里是谈重病 那重病第一个 就是最主要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这个才是重病 那反过来说 如果观察症状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那就是属于轻重症 那轻重症 我们上一回也有讲过了 那现在来谈 这个重病 为什么体力虚弱病症那么重要呢 因为热能反应在外的就是体力 那体力虚弱病症表示热能已经不足了 这个热能不足会 影响到生命 所以这里重病就是提醒我们 这些病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好 那第二条就是进一步再讲 既然体力这么重要 那如果我们看下一页 如果体力慢慢又继续下降 那这个代表什么 你热能越来越不足了 这个情况就进一步提醒我们 这个表示你的热能 已经失去平衡了 越来越不足了 虽然它是缓慢下降 没有立即说会有威胁到生命 但这时候已经在提醒你 危险出现 那这种危险出现了 体力缓慢下降 你不要期待说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立即把体力恢复 它既然慢慢下滑的话 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观察出来体力越来越不行 那你要好起来 要费一番功夫啊 所以这时候你也不要期待说 很快就连恢复 但你只要够努力 好像这种 一般还是可以往回来的 但一旦 重病如果体力不是缓慢下滑 而是急速下降 我们看下一页 那急速下降就代表 你整个的平衡 组织器官运作种种 都已经失去了 那这个是很严重 表示热能已经严重不足差 就是热能不足以 支撑你那个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的运作 而且这样的失去平衡 对于病情来讲 是不能乐观的 也就是随时 都有可能威胁到生命 随时 不是说短期没有生死之余 这个急速下降 是有生死之余的 所以 如果又出现下面的这些症状 比如刚刚大家 莉莉也念了 这一些症状 高烧腹泻 暴瘦啦 这些出来 然后加上全身无力 甚至水肿也出来 然后呼吸困难 种种 好我们看下夜 然后到最后 甚至神事不清 这个都是很紧急的 那只要同时出现 他不可能只有出现一个病症 一般都是有同时出现几个 那这几个里面都可以看出他的情况紧急 比如说呼吸困难就是 气喘呼吸困难 那甚至意识不清 这个同时出现 或是讲话有气无力 然后甚至连眼睛都张不开 你想张开都张不开 那这个也是 你一看这几个 只要有其中几个出现 那情况又很危急 这时候 不只不容乐观 是表示这个热能即将耗尽 也就是命在旦夕 命在旦夕 我就用命为已现 这个情况是非常危急的 如果这个情况 再没有办法让患者慢慢缓和下来 那这个很可能凶多吉少 所以这里是最严重 那我们从原始点在观察 从症状来分出轻重症还有重病 大家就知道 原始点竟然可以在 观察患者的症状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患者 他生病已经走到哪一步 会不会死掉 甚至这个病 对他有没有危险性 很容易分辨 第一 有时候我都觉得比检查还要快速 你去西医检查听他们很多话 但是不一定准 但用原始点这样一系列下来来看 就非常准 我比如举那个癌肿瘤 有些患者 他去检查到癌末患者 然后他检查出来已经第四期了 那第四期 我发现他体力好得不得了 比如说肺癌 他已经到第四期 但他还可以运动啊 饮食也没有问题啊 只是西医说他转移了 那这个体力还不错 就代表 已经他没有什么 他甚至不一定是重病 但西医已经说他多危险多危险 所以我之前 也有影片 就是在美国跟一个对话 他得子宫癌29岁得到 西医说他只能活半年 结果他活了很久啊 我那时候遇到他的时候 已经 试过境迁已经隔了差不多有50年了 那大家想想看 西医说半年 怎么会活那么久 所以你用仪器检测出来的 来判断 反而不准 你从观察患者 种种的表现 反而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仪器他检测体内的 事实上看到的是非常有限 你从体表看到的症状 反而是能够涵盖瓜 他的一切 我举例来讲 你仪器检测出来的 只有组织受损 属于疾病的就是 体内的组织受损 另外一个就是异常 那异常指数不会死人的 那是抽象的 那是代表老的现象 那至于异常形态也是一样 它根本 它是属于一个果 果没有 它不会出现症状 果不生果嘛 疾病以衰老已经讲过 那症呢 症的不适感 它根本看不出来 症你怎么看得出来 体力虚弱 你从影片照出来的 组织受损还有异常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症的不适感 可以从西医的仪器检测出来吗 也不行啊 包括功能混乱 比如这个患者腹泻 患者没有跟你讲 你怎么知道他腹泻 你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从观察 症跟状 反而比仪器人观察的面向更多 然后能够归纳的更准确 这也就是原始点能够 为什么能在诊断上 能够那么快速而准确 比如说他一来 我观察他有没有体力虚弱 没有 那属于轻重症 那如果轻重症他又是病症 症状是发生在四肢 那就是轻症嘛 他那个危险性很低的 在四肢一般比较不会危及到生命 那如果他是在偷生 那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他体力很好 表示他热能够 那热能够一般比较不会威胁到生命 除了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些 体相引起的 这个比较紧急一点 那一般是不会这样 那到了体力虚弱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他已经开始影响到热能 也就是这个热能不足已经影响到体力 简单讲是这样 那影响体力就又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一般的 比如一般的疲惫啊 然后好像容易疲倦啊 然后甚至走路有一点缓慢 但是他不会全身无力 就是表现出来一般的 就是感觉今天就是 暖洋洋的动不了 有气无力中 好那是这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观察一阵子 体力越来越下降 甚至也出现面无光泽啊 胃口也不好 种种开始慢慢出现 你就要小心了 这时候已经生命用他的一些训绕 症状的训绕来通知你 这可能已经危及到生命了 有险下一线 然后如果他体力是急速下降 那就是代表 又出现一些比较情况危急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就代表他已经命了 很可能随时都会挂掉 所以当肺癌他都没有症状 其实好好保养是死不了的 跟西医的讲法是出入很大 他们是看影片 影片能看出来的非常少 那有一些患者 我一看 哇他已经水肿了 然后举步围巾 然后夏天来还穿着长袖 然后那个肿瘤已经整个都爆掉 烂掉 那这样西医还跟他讲 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化疗 我看已经没有体力了 走路还在喘 呼吸也有一点困难 那这个化疗进去不就是 整个就走了吗 像这种已经命危了 哇来的时候 我一看就命危了 那有一些患者来 也是他也知道 时日无多了 因为西医叫他去 他有时候会跟我讲 他不想去 为什么 他说每次去回来很疲惫 然后最近又没有胃口 吃不下 又会喘 然后做完更喘 所以他不想去 但我一看 这个就是命危了 还要再化疗 那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我也看过几个患者 他呼吸困难 然后按温敷 已经虽然有反而 但是很慢 患者有时候也没有信心 然后结果去就擦鼻尾管 然后结果去就擦鼻尾管 擦来呼吸 位置跟呼吸这一类 结果去隔一间就走了 这样的案例我还看得蛮多的 所以当你命危的时候 其实心里就要有数 那个是热能不够 你即便用一些 仪器来种种 想要抢救 那个都不是好方法 一定要赶快补充热能 那如果还有一线生机 或许 患者会慢慢缓了一下 所以到了命危 我常常讲 那个到底能不能救活 其实太多变数 因为到这个时间点来 患者有时候要把生死看淡 不要再有压力 然后心态要比较正面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再起来稍微走动一下 不要都躺着 躺着也是没办法恢复 到命危 一定还是要稍微运动 然后充分休息 休息够了就起来动 然后要懂得大量的热源 外内热源 这个后面会说 所以到了命危的时候 其实患者要做很多动作 你看运动患者要配合 心态也是要患者 不是你操作的人 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到这里变数就多 所以在这里到命危的时候 我常常看 人不能救起来 常常太多变数 即便你医术再好都不一定 好 那这个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重病的论述 重病表示热能不足 以影响体力 而严重热能不足 则可危及生命 所以为了保命 及疗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显然 重病 手中改善热能不足 其次才是解除体伤 于热能反映在体力 体伤表现在症状 所以研判重病的好转 与恶化 除了要观察症状外 还要观察体力 而观察体力 又比症状更为重要 以及症状不论有无改善 如见体力渐渐充足 则属好转 反之 如见体力渐渐衰退 则属恶化 此外通过原始点方法处理 症状及体力 却不见改善 究其原因 不外乎有两种情况 一 方法没有落实 如 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及运动 做不到位 观念不清 情绪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的 上述情形 为了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患者必须在生活中 通过外内热源 如要适宜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藉由灌肠 或大面积 涂抹等 使热源 直达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期间 不仅要配合医疗保健支援 如 按推压痛点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即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空气流通 还要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包括手术 含量性药食 及各种点滴 如葡萄糖 食盐水 白蛋白 抗生素 利尿剂 如此 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中病患者软微为安 二 方法有落实 此情况又分成两种 一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以及 研判病情终将好转 以原始点的治疗方法继续处理 二 这是无法从淫治愈的难治之病 以及 研判此病以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 则需审慎评估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 交由西医治疗 若否最好安于现状 这一段蛮长的 那我们从头来看一下 他这里论述重病 很明显就是热人不足以影响体力 那轻凤症就是热人不足还未影响到体力 两者差别都是以热人来看 那热人是抽象看不出来就是看体力 所以我们说只要体力虚弱病症就是属重病 那热人不足严重的时候 比如我刚刚举例到命危的时候 他的一个特别表现出来就是体力急速下降 这时候你就知道他后续后来的情况可能不大乐观了 要小心 然后还有紧急的情况 病症出现 那就更可以确定 所以这时候重病 既然他已经热人不足 会威胁到生命的话 那我们治病就应该要以保命为主 而不是要解决症状 解决症状不一定能保命 偶尔举例来说 很多癌肿瘤检查出来 那体力已经不大行 但是西医评估说 好 那如果要处理癌肿瘤手术的话 你一定要签下切结书 为什么 因为手术把癌肿瘤切割干净 能不能做得到 是做得到 这个可以解除症状 让你马上立 当天说不定就看到 癌肿瘤已经不见了 好像你心中大患已经解除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手术的过程中会破坏身体 即严重消耗热能 你热能已经不足的情况下 在经过这样的破坏下 那很可能就命危了 甚至也有人在手术的过程中 就发生不幸 所以西医在帮你要解决肿瘤的时候 他一定要叫你先签下切结书 就是万一如果发生了 不幸 那不能跟医院索求什么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 那这代表什么 我们的医学是重在解决你的症状 而不是先要求能够保你的生命 所以才要签切结书 那以原始点来看就不是这样 原始点是人性化 他认为你已经热能不足 已经影响到体力 不应该再做一些 再进一步消耗热能的事 所以他一定是以保命为主 也就是补充热能为主 那这样一定要以外内热源来补充 来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这里处理上就应该要怎么样 以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其他比如说按推跟其他保健方法 其他保健方法指的就是 我们说的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种种来配合 那按推就是你热源补充下去了 患者也稍微缓和下来 然后再看他哪里有症的不适感 我们再配合按推 这样就可以达到他立即的效果出来 然后如果患者知道要转为为安的话 那自然他要努力 其他保健方法就是 几乎都是患者要做 比如说运动 运动患者如果不做 我帮他运动他也好不了 那适当充分休息 如果他熬夜不听话 那你说你再好的东西给他吃 温热性饮食怎么补充也没有用 再来心态 心态也不是你能说你心情一定好 你讲有时候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他每天都在想他的癌肿瘤 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这样再进一步消耗热能 他如果不改变 你也没他的办法 所以其他保健方法 是患者本身要努力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常常说的变数 就是当你已经危急到这样 你还不懂得要运动 还有配合良好心态 也不能生气 然后还要生活要规律 这些都患者如果不听 你即便努力的帮他按推 还有补充外内热源也是无效 所以这里提出他的治疗方法 在热源还有按推室 操作者可以来指导他做 甚至帮他做 那至于其他保健方法 这个是患者本身他要努力的 如果这样两方面都能配合 即便到命为 都还是有一线生机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那这样说来 原始点是保命为主 所以手重改善热能不足 其实才是解除体伤 那热能反应在外的 因为热能是抽象 反应在外就是体力 体伤也是抽象 组织器关于做失调 他表现外就是症状 所以研判重病的好转以后化 不外观察体力跟症状 但其中因为原始点是以保命为主 以热能为主 所以观察体力又比观察症状更为重要 那也就是症状不管好转或恶化 但只要体力好转 那这个表示就是病情好转 同样的你症状虽然改善 就像我刚刚举的 你肿瘤割除了不见了或化疗 肿瘤也缩小 但体力越来越差 这是恶化不是好转 很多人连好转跟恶化都搞不清楚 我之前在安宁病房陪我太太 也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几乎有十个月 那你看过太多的生死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也是癌肿瘤本来蛮大 然后经过化疗 甚至放疗 然后肿瘤慢慢缩小 我记得那一天 医师还来 然后拿着诊断出来的给他看 病例给他看 他说你本来三公分的肿瘤 现在已经剩不到一公分了 那病情已经在改善 但在我看不是啊 他越来体力越差 吃也吃不大下 肿瘤缩小 对他是好还是坏啊 我都搞不清楚 然后隔一天 患者就走了 然后他前一天 医师来拿了这个病例 给他看的时候 他还蛮高兴的 他还感谢医师啊 但是讲话已经有气有力了 所以这样的场景 有时候我看到之后 我也思维 那到底我们是要 医学是要致命为主 还是要治疗症状 哪一个先啊 很明显嘛 你症状不见了或缩小了 肿瘤缩小了 好像症状改善 但体力越来越差 甚至就这样走了 那你肿瘤变小 不见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在到重病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要保命为主 那在轻重症 因为没有生命危险嘛 当然就以观察症状为主 所以这两者是有分的 好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有没有好转 自己很清楚 观察自己的体力 有没有变差 这样就可以观察出来 如果你体力越来越差的话 那即便人家跟你讲 你病情 你症状已经减少了 你怎么样 都不用高兴 这个其实都是恶化 那自己就可以判断 所以医学应该是要 叫患者知道怎么去判断 然后得到自信 而不是一切都要由医师来讲 然后由仪器 冷冰冰的仪器 这些作为最基本的判断 不是这样 然后这些判断 常常西医讲出来的 常常是都是坏消息多 所以好像我们的生命 是操控在医师 这是不对的 应该医学是让患者知道 什么是好转 什么是恶化 不需要靠医器 你就从观察症状 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尤其到了重病的时候 体力你总自己知道 医器还不一定能测出你的体力 那体力有没有好 你自己最清楚 所以原始点 它本身是一个自救 也是一个自我诊疗的方式 这个跟我们现有的医学是不大一样 好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来说 通过原始点的诊疗方法来处理的话 结果症状 还有体力都不进改善 那表示怎么样 这个病情 看来可能维持反反复复 甚至在往坏的方向走 都有可能 好 那我们就来探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那原始点进一步把它归类为两种情况 之所以用了这些原始点方法 照理从因 从你改善你的体质 你体质改了因变会果转啊 照理病一定会好啊 那为什么不会好 中间会出问题 第一个 先要访问方法有没有落实 那第一个 我们先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 大部分都是没有落实 才会用了原始点不见改善 那如果有落实 但病情不见改善 那这个就值得再探讨 好 那有这两种情况 我们先来探讨 万一患者方法没有落实 我这里就举出一些来 就是比如说 外内热源的使用 你不懂得要直达体伤位置 比如说你也用红豆袋温敷 那红豆袋有时候效果不好 这时候应该用什么 姜粉泥啊 大面积涂抹啊 甚至冠肠啊 你腹部脏痛啊 然后按摩 按推啊 按推原始点 或是外内热源 喝姜汤啊什么都不能改善 然后红豆袋温敷也没有效 那这时候是不是要探讨 这个热源是不是可以改进 比如说他腹部痛是不是要灌肠啊 让他直达体伤位置啊 然后如果是外面他已经很虚了 要如何吃不下 那如何借由外面的外热源 让他皮肤吸收 来达到我们改善热人的目的 那就是大面积涂抹姜粉 所以第一个我这里就提出来 很可能在外面热源的使用上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还有按推不到位 按推不到位 前面在轻重症已经提了 很可能你位置找错了 甚至按推力量也太大 或是不懂得整个配合身体 让这个按推的过程中 尤其重病患者 一定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那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不是你手放轻就是要轻啊 而是用你的身体 来控制你的手的工具 那工具绝对不能硬邦邦的 那由身体如果要深沉 那就是我们身体 慢慢往下沉 把工具带下来 手是松揉的 这时候就没有压力 也可以揉到很深 所以不是你由浅入深 就是要慢慢的 然后再越来越大力 不是是把身体姿势配合 然后慢慢带把工具带到深层 那这样才能够 在按推向才能够解症 有时候重病你没有这样做 用满硬的力量患者一痛就跟你对抗 然后揉完之后患者常常热能都进一步消化 反而病情更加重也有可能 所以按推是不是做到位 还有运动 患者本身要努力的 就是运动还有心情观念 这些都是后面患者 有没有自己 自己做到位 然后不要太过劳累 要懂得充分休息 这个是没办法替代的 所以前面的外内热源 还有按推 你说操作者做不到位 这是操作者要去改进的 那后面的这些部分 反而都是患者要自己反思的 他到底哪一方面 做得不够彻底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是懂得把问题找出来之后 那我们再来加强 加强重音改善 改善什么 体相热能不足 那一般原始点是属于生活化的医学 所以在生活中 你一定要懂得充分利用外内热源 那我前面讲 最主要原始点 外内热源都是以姜为主 其他的包括电热器 红豆袋 远红外线 甚至软软包 软贴这一类的 都是辅助 那这个姜才是主要 那刚刚我讲 如果它已经很虚 吃不下 你硬要它喝姜汤 它也喝不下 这时候反而外热源更重要 大面积的涂抹 它马上热进去 它就舒服 那甚至我刚刚讲的 如果它腹部脏痛蛮严重 不管它是腹泻或是便秘 你都可以用 一贯肠进去 它热源直达腹部 那直达腹部 体内的组织器官 尤其体内的器官就可以温暖到 那温暖到周围的循环就变好 这样对患者来讲 就可以达到 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那期间还要 不仅要配合医疗保健之言 还要避开相生致病之言 我们看下面 那医疗保健之言 这里也举了 比如什么是好的 医疗保健之言就是 对你病情有帮助的方法 那这里举的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我讲的 按推压痛点 温和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然后还要注意环境 这个也会影响到病情 那质疑会 这些如果没有注意 会伤害你身体的 是什么呢 这里当然到重病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手术会更进一步的 破坏身体消耗热能 还有一些含良性药食 这些都特别提出来 重病很多人 已经都很虚了 你还去打点滴 也就是打吊瓶 这些不管是葡萄糖 或食盐水 进去的都是寒热 你看你吃什么 到出来的时候 你小便出来也是温热的 但你凉凉的进去 出来的是温热 那中间就消耗了 很多的热能 所以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还有这里 挤了很多西医说的 白蛋白多好 对一些浮肿 水肿会有帮助 这些都要小心 还有利尿剂也是 好 都是属寒凉 好我们看下面 避开寒凉 加强温热的东西 这样才能够 数益疾病 加速疗益疾病 使患者能够转为为安 好 这是我们反思 不到位的地方 就是我们做的不好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 弃恶修散 简单讲 医疗保健之言 就是一个散的方法 那你一定要去弱习 那坏的方法 一定要避开 断恶修散 好 那 这样就能够把整个局面 逆转过来 那如果你找 所有的反思 都发现 我都做到位了 但不会好 而这时候 有几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它是属于 体伤修悟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这个在 治疗癌肿瘤的时候 肿瘤硬结转坏 最容易发生到 比如他身体很虚 你一边推拿 也一边涂姜粉 你比如你在肿瘤周围 帮他按推 我们就举乳癌好了 乳癌 那他有硬块 硬结肿块 那你在周围按推的时候 他有时候按完 会觉得怎么样 疲惫 疲惫就是更加累 那就是体力变差了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这个肿 硬结肿块会变得 肿肿热痛 本来没有肿胀的 变肿胀 甚至会痛 会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有一些患者 甚至爆掉 流出组织意 血液 所以他更加疲惫 这时候 看似病情已经恶化 但你自己要注意 就确定在这个过程中 他都是 必然要发生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肿瘤要消 一定要经过这几个过程 有时候会红肿 热痛 疼痛 然后有一些 甚至会破掉 流出血液 阻滋液 种种 那患者一看 然后又加上他 会 本来没有痛 变痛 然后本来 还好好的 按完之后 更加疲惫 类似这样 他一定不敢再做 尤其看到流很多血之后 他心里 更会产生苦境 这时候 操作者一定要了解 本来这个按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出现这些 症状出现 甚至恶化的 一看好像是恶化 事实上这些都是 在体伤修复过程中 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 如果这样 我们就可以研判 这个病情 他只是一个过程 慢慢随着肿瘤变小 然后你热源补充 加强体力的锻炼 这些现象都会好转 那这时候 就要跟患者讲 这是属正常现象 一定要坚持下来 那以原始点 方法继续处理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会处理不好 甚至恶化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看下面第二种 就是这个是属于男智之病 我们说男智之病就是 他已经 这个病已经超过人体 能够自我疗医的范畴 他没有办法自我修复 原始点 他不是说原始点方法 可以治病 我常常讲 原始点是用一些方法 让身体来提升自我的免疫力 甚至致意力修复力 达到自我修复的情况 自我修复体伤 然后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然后来让健康恢复 所以他是让自己自我疗医的 不是说你有什么 你那些方法只是来帮助他 而已啊 能不能好都是要靠人体自我修复 但是你即便方法都对了 但是身体又不能自我修复 他病情还是恶化的时候 这时候情况就 已经是无法从阴致意 到这个时候 你就要评估从果处理 好 这情况在原始点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乳癌来讲 乳癌在治疗的过程中 如果患者不懂得大量补充热源 比如要涂姜粉泥 还要吃姜粉泥 我都鼓励患者 那个姜粉泥 因为原始点推荐的都是有机的姜 那有机的姜 它既可以外敷 也可以内服内用 那这样他补充够的话 然后又懂得锻炼体力的时候 他是可以慢慢自我修复的 绝对没问题 但有一些患者 比如他热能补充不够 在这个过程中补充不够 然后加上运动也没有如理如法 比如有时候乳癌我都会叫他鼓励要做浮卧撑 浮力挺身 来甚至一些扩胸运动都要做 他也不做 也没有什么 就是动的也很少 那这样情况下 你是会度不复出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锻炼身体 然后又阻止液 因为乳癌有时候又爆掉 有时候又大量流出 那些血包括血组织液种种 那整个身体就会慢慢血下来 吸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即便要用比如说操作者要有一个警戒 当你按推还有外内热炎都进不去的时候 他的症状比如说按完 很快又胸闷呼吸困难 甚至体力还是一样很差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比如说一看起来又脸色苍白 那就是表示他怎么样 血不够 热能严重不足 在我看法就是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体伤没有办法解决 补充热炎 不管外内热炎都进不了 这时候啊 一定要评估 既然重因不能自我疗异疾病 是不是应该鼓励患者从国解证 比如像一些乳癌患者 我看到有一些已经都脸色苍白了或是怎么样 然后外内热炎又进不去的时候 按推 按了很快就崩回来 一定要按很久 他才慢慢会缓解 比如人家按个十分钟 他就解症 他不是按个半个小时要由轻而重 然后来回反复 然后他才能够慢慢恢复 然后加上脸色苍白 种种 一看 这样的患者我就会立刻你去输血 但我要讲这一句话 不是每个人都叫他去输血 也就是一定要做到极致了 他还没办法恢复的时候才是 我们有一些推广点 人家留一点点血 我看很快就可以补胃 他就害怕 要不然你去止血或去输血 类似这样 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谈到这个问题也是 其实当乳癌患者爆掉的时候 他流出血液或阻止液 其实在我观察那么多患者 最后确定 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 那有一些患者 去到医院 医院看到 他常常会从肿瘤 流出很多血 他们都想轻创或止血 但这样的结果 反而肿瘤变更大 我就 我发现有一些患者去到医院 然后经过西医的给他止血药 或是种种 清算 然后回来反而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如果他是血不够 那如果有一些医院 愿意配合最好 他可以去那里输个血 然后再出来 再用原始点 加强内外热源 因为这时候 你要补充内外热源 再造成在自己制造新的血出来 其实都要一段很长时间 这时候已经缓不济及 这时候一定要评估 反而这个时候 西医是可以处理的 那我们也不排斥 所以我这里就解这样的例子 到了这个疾病 无法从因制异的时候 就要评估从果处理 那如果有效 我们当然推荐给西医 那如果这个病 已经不是书写人解决的 而且他的 在西医讲 很多组织器官都已经 都运动 在原始点 就是推动不了 都慢慢在沉淀衰竭的情况下 体力也急速下降 全身无力都动弹不得 这时候你再去西医 有时候他要帮你擦 擦气切 擦鼻胃管 这些都是跟增加痛苦 既然不会好 你又去让患者最后 遭受这样的痛苦 是不必要的 所以如果西医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这时候只好怎么样 就只好安逸现状 认命 要不然要怎么样 所以这里也是最后写的 如果评估从果也不能解决 那从因也不能解决 这时候 也只好认了吧 应该是这样 是很无奈 但你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情况 所以整个重病来看 很简单 你之所以没有好 最有可能的就是 你方法没有落实 那如果方法有落实 的话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正常现象 也就是在修复过程中 会出现好像体力变差 症状加重 但是这是短期的 你再观察一段时间 它就会慢慢完全修复 这第一种情况 当然是好的 那如果 最后是 第二种情况是确定 它不能从因治愈的疾病 属于男治之病的话 那我们只好评估 是不是可以从果 那如果从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推荐给西医 那如果大家评估 已经这个从果也无从下手 也无人为力 这时候只好怎么样 安逸现状 好 那我们重病的诊断 这里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继续请Lily来念下面 三 生死存亡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患者 若久久才出现一次 喘息抬肩 急促呼吸 则说明热能耗尽 体力衰竭 大限一致 处理原则 绝对要避免 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如压胸CPR 电击 气切 插鼻胃管 插导尿管 以及无味的治疗 包括任何含量性药石 乃至各种点滴 亦不可谓时 温热性药石 即暗推原始点 此外 周遭的人 要管控情绪 及音量 让患者 能保持 真实清明 安详此时 如果 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 或习信 善加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 所有执着 则是临终 一大住院 我们来看 这个原始点 我说的 到命违 你 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再进一步 就 一定要 去面对它 也就是 面对这个患者 生死的问题 那 在什么情况下 就不要再继续治疗 如果 到命违了 有机会 我们当然 加强 比如刚刚讲的 这些方法要弱习 但如果已经觉得无望 那这时候就要放弃治疗 什么情况下 他是要放弃治疗 当患者出现了 久久出现一次喘息抬肩急速呼吸 也就是他呼吸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正常人这样呼吸 他会久久一次 你看都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呼吸 他突然间肩膀就提起来 然后吸 然后慢慢又吐了 吐了又久久都没有动作 然后再来久久又一次这样 如果你出现 看到患者出现这种情形 喘息抬肩 好像在吸的时候 是很用力 必须要 肩膀也抬起来 然后吐 也是 久久才吐出去 像这样 都已经说你 应该没救 一般到最后患者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 那这时候 一定 你不用再处理了 也就是他既然大腺已致了 那要注意的导致有下面几种 第一个避免无畏的治疗 来我们看下一页 因为这些无畏的治疗会增加患者的痛 当然 你看他 呼吸也快衰竭 什么机能都快衰竭 你去做这些 擦鼻胃管 细节 压胸 那个都不必要 而且很痛苦了 我记得 我有一个 妻妻 他 他先生走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那时候他带他去医院的时候 因为他呼吸困难 然后医师就问他要不要弃切 他那时候也不懂 然后看先生呼吸困难 还是把他气切了 他气切他先生很痛苦 然后就一直挣扎 然后挣扎的时候 西医就说 那不行 那把他的手脚绑起来 绑起来因为还要吃嘛 就也是要为鼻胃管 又插进去 看他 他说他先生很痛苦 又再一次挣扎 但医院就是要把他绑起来 他绑起来 他看得出来 他先生很痛苦 这样经过几天之后 还是走了 然后他回想这个过程 他就跟我讲 如果早知道 他绝对不会让他先生 走得那么痛 他宁愿让他 那时候呼吸困难 他最后一口气不来 就这样走了 反而比 这即便能够多出一两天 这两天是折磨 对他来讲更加痛苦 所以他有这样的体力 所以我们也是要有智慧 在处理这样的时候 不要太感情用事 尤其有一些人都胖 如果我不做 别人会说我不笑 或是怎么样 其实不要用情绪 或感情别人什么看法 来影响你的决定 你一定要有智慧 这是我的亲人 我一定要让他安详地走 这才是对的 不是我要做给别人看 这种根本不是真实的 你会让患者更痛苦 那事后你也会后悔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强调 这些其实都要放弃 不要再用一些寒凉 当然包括打点滴这些都是增加患者要走的时候的负担 没有必要 那同样的反过来说 那原始点可不可以 这时候也要放弃 那时候已经都可以确定 他准备走 所以也不要按推 也不要再温热性饮食 这些都可以测掉 那周遭 当然如果你用温敷 有时候这个我还是觉得可以 但是记得温敷是低温的 不要太高温 要不然他没有反应 有时候走的时候 还被你烫伤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操作都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不会操作 干脆都不要做 然后很平静的让他走 周围环境只要温暖舒适就好 那还要注意 就是要管控情绪 有时候来的时候 亲戚来就 大家就哭来哭去 这个都捞乱患者的情绪 还有讲话的音量 也会影响到患者 都要特别注意周遭环境 一定要管控 让患者能够保持神事亲民 然后安详持 这是最高境界 那如果患者有信仰的时候 我们看下面 如果还有信仰或一些 一定要善加开导 然后再走的过程 让他走得比较平顺 要告诉他 这世间真的痛苦 苦多于乐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可以放下 那你因为他有信仰 如果是基督就回到主的怀抱 如果是像佛教 就念佛往生 去到西方极热世界 类似这样 那患者当你提醒的时候 他会生起正面 他就情绪不会波动太大 甚至他走的时候 你会看他 有时候脸色 甚至带着微笑的这样走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在生死的辨别上 分辨上 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4.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1.急性病 如感冒 呕吐 腹泻 排便困难等 又如 西医治肠梗组 盲肠炎 胆结石 急性肠胃炎 肠病毒 食物中毒等 或一般急性外伤 如红肿 破皮 出血等 约一至七天 2.急性病 且体力虚弱 或严重急性外伤 如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 肿胀撕裂 骨折等 约七至三十天 3.慢性病 如行动迟缓 全身无力 异常疲惫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肢体水肿 肌肉萎缩 肌肉腐烂坏似等 又如 西医植 肺植性肺炎 肺植三四肢症 小脑胃缩症 眉睫综合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半性狼疮 牛皮血 乃至肌瘤 癌肿 肺腫 等 约一止三个月 最严重者 约三至六个月 四 慢性病 若通过所有诊疗方法 经半年 仍无效 甚至恶化 则属难治之病 好 这是原始点的 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研判 这个病多久会 你一看到 你心里就有个数 这个多久 就可以解决 那现在的中医心 有没有办法这样预判 很难 很难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原始点 最大的特色 那在癌肿瘤 这一篇里面 也有讲 有时候 你看很多患者 去检查出来 癌肿瘤 其实常常都是 讲一些负面 哎呀 你这个癌肿瘤啊 如果没有治疗 你多久 可能就会往生 就会死掉了 我会让患者很紧张 你不处理啊 你不化疗 这个半年 你可能肿瘤就已经扩散 类似这样 所以在我看法 西医的诊断 常常是来研判病人多久会 大腺多久会治 他不是研判 这个疾病多久会好 不是这样 那原始点不是这样 原始点是很积极的 比我们现有的西医啊 还要积极 他不会从 先从负面看 因为负面的 我们已经交了 到命为 那个随时都可能走 你也不要再讲 他多久会走 如果他体力好的不得了 你干嘛要跟人家讲 你半年一年要走 你应该在半年一年 想方设法 把它医好才对啊 而不是讲 专门讲一些负面的 让患者去恐惧才对啊 那这一方面原始点是 从刚刚一路念下来 就很清楚 如果是一些急性病 那我就不重复念 那这些大部分 一到七天就可以好 好 那如果是比较属于 好我们看下面 急性病又加上患者的体力 没有那么好 那时间可能会拖长 就是上述的病 在进一步 没有体力的情况下 他会恢复比较慢 还是一些严重的外伤 比一般 刚刚前面的一般外伤 更加严重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内容 这个时候就是七到三十天 时间都给你了 像一般前面的感冒 这些外伤破皮出 流血了 不能都七天 一至七天内就会好 但这里比较严重 因为他还有急性病 加上体力本来就很差 还有一些严重的外伤 那这个是七到三十天 包括骨折也是 骨折我们一般 甚至最快的 二十一天就可以好 我们也有这样的案例 那进一步到慢性病的时候 大家看第三页 这时候就比较难治 这里就是我们说的重病 到重病来 其实不好处理 那我就不念了 那西医的很多病名 我看起来也是属于慢性病 而且是我们的重病 你们可以参考 下一页看起来 这里有举了很多西医的病名 这些都是一样 那时间如果到慢性病 体力很差的时候 有一点类似我们的 显向已现 体力缓慢下降 或缓慢下滑 然后热能月价不足 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那这时候要处理它 虽然没有生死之意 没有立刻就会挂掉 但这些病也蛮麻烦 一般要有改善 我这里不敢说 一定都全疫 但要改善 一般是一到三个月 最严重的 因为它里面 病名虽然一样 但还是有分 轻跟比较轻的比较严重 那严重的 有可能就要三到六个月 好 那最难的就是 我们来看第四项 就是经过六个月 就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 甚至还在恶化 这个就难治之病 如果又在恶化 情况越来越危急的话 走向危急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 你要评估啊 是不是要从果处理的 这时候一定要仔细评估 尤其到第四项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是不是要去输血 或是其他方法 或是有一些洗肾的 他来给你处理 他说他不洗肾 那结果经过一段时间 他情况一样 体力继续下降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不能 还要叫他重阴 重阴来治病 因为重阴不能解决了嘛 他病情又在急速下降 那这时候还是要叫他 先回去洗肾 类似这样 好 那这是第四项 好 那这里诊断治病所需时间 还有到第四项 需要评估 是不是要从果处理 这里大家都可以注意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五 研判医学有效范畴 即慢性病 通过原始点诊疗方法 若无效 甚至恶化 经研判 无法从阴治愈 习性外伤 如断肢 脱臼 粉碎性骨折 乃至误吞鱼刺等 组织受损 只需通过观察 或一期检查 即可判断 无法从阴治愈 上述这些 无法从阴治愈的 换出体伤 所知之症状 则属原始点 力所不及的范畴 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 是否有效 若有 交由 吸一治疗 若否 最好 安于现状 反之 其余通过按推 原始痛点 换出痛点 即外内热源 就可从阴治愈的 他处 与患出体伤 所知之症状 以及 有他处体伤 所知之胃病 则属原始点 力所能及的范畴 此范畴 与中医 较为类似 与细医 则相去甚远 好 我们来 讲这一段的 这一段 其实 每次要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以前 在当医师的时候 那我们 早期医师工会都会主 主办一些 就是让一些专业人士来演讲 那那时候就是 扩大 要举办就是 那时候正在探讨 中西 中医跟西医 如何整合 这些问题 其实是蛮重大的 大家都有 对病人应该是有好处 反正中医有他的所长 西医也有他的好处 那是不是能够把他们的好处 结合 然后阳气 他们之间的一些比较短板的问题 那这样让患者懂得 怎么去 你什么病 应该找中医或找西医 类似这样的研讨会 那请了都是 算是 在医学界 很资深有名的 专业医师来 来探讨 那我们 我当时候还算年轻 也在台下听了这些 中西医的对话 那但是我发现到最后也没结果 没有结论 理由很简单 因为有时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 有时候中医就会说 你们西医常常动不动 去就叫患者手术 那其实有一些是不需要手术 他用原始 那个中医的治疗方法就可以解决了 那当然西医听了很不舒服 有时候也会问 他就是说 好那你告诉我 我们西医什么病治不好 而你们反而治得好 而不需要动手术 你能不能告诉我 具体的告诉我 如果人有具体的 因为大家都坦诚嘛 要把中西医的问题来解决 让民众找到 对民众最好的方法 那你一定要告诉我 结果中医虽然是有批判 但是一旦要西医这样反问的时候 他也讲不出所影 没有办法很具体 什么病应该找中医 反过来说 中西医也会对中医有看法 他说你们那些开的中药 常常要吃很久 但不一定 不一定也病情会好 有时候来 有时候割一下 手术一下就解决了 尤其一些像 关节变形的 疼痛不止的 你吃了那么久的药 还是没效 那不如来 我帮他换人工关节 说不定就好了 类似这样 他各说各话 我发现到最后 大家都有诚意 但是到最后 没有结论 理由很简单 因为西医也不知道 我西医什么病人治 什么病不能治 如果你很清楚 你的能力 到底能到达什么 那就很好讨论了 我西医什么病是不能治疗 是不是你们中医这一部分 有办法来处理 同样中医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病 我是不能治疗的 要交给西医 那这个 这个大家都 自己能治什么病 不能治什么病 是很难 理清的 所以有时候 最最困难的就是 我们常常讲 就是 我们的敌人 不是别人 是我们自己 你能不能了解 你自己的短板 看清你自己的极限 这是最难的 一般人都可以看到 别人的缺点 但不一定能看到 自己的缺点 那我从那里的对话 也感受很深 就是一般人 他很难 去看到他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什么能治 什么不能治 包括现在中医也是这样 西医也是这样 那从我们全面的探讨 已经开始 有这种味道 比如说原始点 到了三到六个月 甚至六个月以上 都没有改善 那这种慢性病 什么 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发生 我相信都已经累积了很多案例 所以类似这种案例一出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个应该评估 是不是要从果治病 比如我刚刚讲的 洗肾 或是输血 他已经洗肾 你要用重阴解症 都不再洗 可能吗 很难的 那到了重病 他血不断流 然后补充又不够 这时候 他已经脸色苍白了 你热源也进不去了 这时候不 不赶快去输血 怎么行呢 类似这样 那同样有一些西医的问题 很简单 比如他 我们在疾病以衰老也讲过 他们常常讲 这个坐骨神经痛 是因为腰椎 地势椎压迫到 那结果我们臀部一按 立刻缓解 这样的案例 我遇过太多 或是他手麻 结果是手背部引起的 结果西医叫他颈椎要开刀 结果到我这里来 一按马上就好了 所以这一次这样的病 我们就清楚 很多是原始点可以立刻 所以到底西医短板在哪里 我们都可以以原始点来看 现在非常容易厘清 为什么容易厘清 因为从诊断与治疗 如果你从一开始 一路听到这里来 你也知道原始点 他从观察 然后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他的诊断跟治疗 完全是结合的 然后按推也是 按推有效 就是他数体伤 没效就是患数体伤 就是这样来变 那你在治疗的过程中 也是诊断跟治疗 完全结合 然后马上可以看清 下一步他会怎么变化 马上就知道 然后一段时间就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原始点 他在这一方面确实是 可以解决我说的 我当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这些医学的探讨会 我都觉得 那个是 没有结论的探讨 现在再来几段 也不可能有答案 那不过从原始点角度是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我们原始点 它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 这里就是在探讨这里 我们什么能治 什么不能治 这里就讲清楚 好 也就是当疾慢性病 通过原始点诊疗方法 如果无效 甚至恶化 好 那我们研判 这个无法重因治疑 比如说我刚刚讲有一些 比如说他一直尿不出来 你按推 温敷都尿不出来 整个肚子都已经膨胀了 这时候很紧急的时候 怎么办 去教他利尿 这时候可以把他从果解症 我是这样讲 那如果慢性病刚刚讲的 已经按推热源 都没办法了 然后脸色也苍白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 那个该输血就输血 甚至处理一段时间 他还是呕吐 然后还有闻到一些 尿阿摩尼亚味 这个就知道 而可能 然后脸色又偏黑 一看就知道 这个已经需要 甚至要洗肾 从果治病 这个可以啊 我 比如说类似这样 好 那如果急性外伤的 就比较更容易判断 比如急性外伤 我这里举的 断肢脱臼 粉碎性骨折 乃至误吞仪次等 组织受准 这个容易变 有时候通过观察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无法从阴至语 譬如吞仪次 他在吃仪的时候 结果吃到一半 他喉咙突然间特别痛 然后就好像 已经吃不下了 因为喉咙痛到吃不进去 这个就知道 应该就是被仪次所伤 这时候 你几乎可以判断 那这个去 而比喉科 让他夹出来就好了 你也不要再说 那这个从阴致病 来 我来帮你揉头部 原始点 再帮你温敷 这个就省了嘛 明明知道 那如果 当然你要这样做 不是不行 你这样做 他也无效 那就更可以确定 这个是患处体相熟制 但有时候 你不要做了才知道 有时候像这种 你一看就知道 就可以省掉这些程序了 好 那有一些像 断织的 断织了你也接不回来 这个马上就可以判断了 眼睛一看就知道 那如果算粉碎性骨折 那看不出来 有时候还要借注意气 但仪器一看 你马上知道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 从裹致病 让一些把它固定 因为整个骨头都 四分五裂了 类似这样 所以这些只需要通过 观察或仪器检查 即可判断 无法从阴致意 这些都是属于超出原始点 致意的范畴 那就很清楚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这里无法从阴致意的患处体伤 所知之症状 都是属于原始点 利有未代 就是利所不及的范畴 没办法致意的 这时候需要评估从果处理 是否有效 如果有 那就交给西医 如果西医也没办法 那就只好叫患者认命了 要不然怎么办 好 那反过来说 其他的 这我们上述列的就是原始点的极限 其他的都是原始点可以做得出来的范畴 好 那这个范畴是什么 我们说其一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患处痛点 还有外内热源 就可以怎么样 从阴致意的 他处或患处体伤所知之症状 也就是他按推原始痛点 能立刻解症的 叫他处体伤 按推无效就是患处体伤 没有立即知效患处体伤 你一定在患处 在按推 在配合外内热源 就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病 也是原始点 最特殊的 就是以及由他处体伤所致之未病 也就是他还没有发生的疾病 但体伤已经出现 这也是原始点 力所人及的范畴 也就是原始点 他是可以致未病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西医也好 或中医也好 还不敢讲致未病 原始点确实能够做到这样 比如你担心 心脏骤停 那最简单 你就是在上背部 相对应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压痛 如果没有 那你放心 你没有阴 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过 那如果按推有 那你就要小心了 先把上背部体伤解决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担心老人吃的 你就头部早早看 如果有痛点 你最好把它按开 阴解决了 我就不会再出现 这个理都很简单 所以这一项 是原始点最最不一样的 那这里列的 都是原始点人治的病 那你这样想想看 他人治的病有多少 我刚刚讲的那些病比较特殊 急性病或急慢性病 用原始点所有方法 那个都比较少见 但反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 都是属于原始点人治的 只是我不大喜欢用统计数字 因为常常西医的统计数字 常常为了支撑他某一个观点 而做的 不一定是很客观的 但原始点 几乎 邓尔的病 也就是这些通过这些方法 就可以治医的病 真的是多到不可生疏 而且他还可以治胃病 这个就厉害了 好 那这个是原始点人治的范畴 那这样一看 这个范畴 尤其治胃病 根本就已经超出中医跟西医了 好 但是 从客观来讲 原始点这些人治的病 跟中医比较相同 跟西医相去甚远 因为西医是从骨治病 中医与原始点是从骨治病 而且他的一针二咎三用药 跟原始点的按推外内热源 其实内涵是相似 所以我把这里写 与死范畴与中医教为类似 而西医呢 哇 真的相去甚远 好 这是 我说的 应该原始点 很大的不一样 也是在 他既知道什么病人治 也知道什么病 是他的极限 必须要接触 从骨治病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原始点医学 与西医最在的差异是从银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正因如此 对于急静病 如感冒 食物中毒 药物过敏 毒物所伤 毒气所伤 胖伤 脑中风 癫痫 心肌梗塞 肠梗阻 急性肠胃炎 急性肾衰竭 胎死腹中 慢性病 如糖尿病 高血压 白血病 淋巴癌 肺癌 内风湿性关节炎 哈金森氏症 眉睫综合症 小脑萎缩症 自闭症 植物人 腱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血 意味性皮肤炎 不论被西医诊断为 何种病名或病因 分数轻症或重症 内科或外科 原始点的处理原则 都是一样的 即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诊疗 不仅可治乙病 还可治胃病 这一段 可以 为什么要这样 列出来呢 他跟西医 这么大的差距 西医很多的诊断 跟我们的诊断 也不一样 但他们的一些病名 原始点能治吗 其实会念出这么多 就是告诉大家 这些案例 这么多年来 这些案例 原始点都有治过的 治好改善的案例 所以 那 这些 虽然大家念了一大堆 但是他 虽然都可以 重因来改善 不像西医那么复杂 西医说的 常常一个病都讲得很复杂 甚至很难处理 比如说脑萎缩症 竟然称为症 就是他有一些现象出现 你小脑萎缩 他只是造出来的果 那果跟症是没有关的 我举这样例子 那这些小脑萎缩症 比如说 小脑萎缩 他有时候走路不平衡 那类似 Parkinson这样 那你只要懂得头部按推 还有四肢加强配合运动 有些都可以改善 我是这样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像这里自闭症 植物人 原始点也都有做 尤其像牛皮险 牛皮险现在中西医都很难治好 那我看过世界各地做好牛皮险的 那个案例多到不行 我前不久基金会才做 有一个也是蛮严重 在西医那也治不好 那这个也是来基金会 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改善很多 所以类似这些病 在西医讲的都会很复杂的病 其实原始点就是 重阴解症就可以 那重阴解症就是用什么方法 你不用管他西医说 这个病是严重的或是轻微的 或是它是什么由来的 因为他们的讲法太专业了 一般人是听不大懂 那你也不用懂 如果以原始点 反正这些病在原始点的看法 就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然后到底他是属于轻重症呢 还是属于重病 那重病应该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主 那如果是轻重症 那你就按推为主 热源为主 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如果到重病的时候 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 让大家要有自信 医学本来就不应该 让一般人都觉得 医学门槛太高 我无法了解 所以我只好听专业的 然后他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事实上 我认为医学应该反过来 就是告诉患者 正确的观念 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后从做的过程中 找回自信心 这样才是最好的医学 那原始点就是教你这样 所以后面他 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么多的 不论被西医诊断 会何种病名 病因 分属轻症 就是讲的 不管他怎么分 或是多复杂 反正原始点的处理原则 都是一样的 通过观察症状 就是看他到底 这个症状是轻症或重病 马上就可以分了 那如果以观察 也可以观察 症状的不同特征 来推断他体伤位置 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进一步按推 更可以明确他体伤位置 所以这里诊断跟治疗 本来就是结合 所以他下面的方式 就是这几项按推 热源 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就是患者要配合做的 比如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就是这些而已 这样什么病 都可以治疗 而且不但可以自已 病还可以什么 治未病 什么病都可以治 但有一些病 如果万一治不好的时候 需要重夺治病 我们也清楚 所以原始点变得非常简单容易 这个是以前没有出现过 既有诊断又有治疗 然后诊疗又合一 然后再短时间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人这个疾病的走向 他未来会是怎么样 他发展会怎样 多久会好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 现有的医学应该 医生要做到这样都很难 但如果大家 对原始点已经理解 大家都其实都可以做到这样 你不只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治未病 这个就已经超出医学 所能治疗的范畴 好 这里是把这个跟西医的不一样 他们的复杂原始点是简化 然后又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来推断出疾病之因 然后重因下手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下一段 相较之下 西医在诊断上 将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统统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可是问题在于 身体变化不仅有疾病 还有衰老 且老病皆属果 而非因 显然 这已犯了倒果为因 即老病不分的过失 在治疗上 通过西药之成分改变 组织器官运作 虽可暂时使症状 解除 及异常指数恢复正常 但引起药性 缓凉 会消耗热能 所以无法改善体伤 根治疾病 通过手术直接处理症状 或检查出的异常形态 即组织受损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其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承受 而会危及生命 可见 如此诊疗 必多余力 所谓大道质解 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于热源的治疗原则 并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疗好心态 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 易学易用的诊疗方法 不仅可受应变 果转之效 达到防止疾病 及抗老增受的目的 还可解除一切 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 比较长一点 那也就是 再进一步比较西医 诊断 我们说西医复杂 但是复杂 反而容易出问题 越简单的 反而常常是真理 越复杂的 反而离真理越远 西医搞得那么复杂 怎么会变成世界医学的主流 我都很怀疑 但是实际情形真的是这样 但从原始点角度来看 西医在诊断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 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外就是有异常 异常包括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还有一个就是 体内的组织受损 那这个在疾病以衰老都有讲 西医却把这些检查出来 通通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有时候这里在疾病以衰老 有提到就是 他们这些检查出来的 如果当身体有症状 他们就说 这个是疾病之因 如果你身体没有症状 而这些检查出来的 就当成疾病本身 但反正说来说去 就是要治疗 问题出在哪里 你都把它说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但身体的变化 不仅只有疾病 它还有衰老 我们从底表也可以看出来 不只皮肤会起疹子 有时候皮肤也会起皱纹 那头发也会变白 皮肤也会出现老年斑 老人斑 这些一看就是衰老 不是疾病 那体表跟体内的不都一样 一定都有病跟老的问题 体表会变成疾病 也有可能变成衰老 体内的核肠不是这样 但习一从体内检测出来 统统把它当成疾病 这个已经背离事实了 所以这个 犯了怎么样 而且这些不管是老或病 都是果而不是因 前面这个讲了很多 我就不再讲了 所以很明显 他们这样的诊断 已经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倒果为因 怎么会是疾病之因呢 检查出来是疾病之因 这些检查出来 凡看得到的都是果 怎么会是因 但是西医就是这样讲 没办法 所以他第一个犯的倒果为 还有老病不分 体内的有老有病 你都说病 不就是老病不分了吗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 西医给人家感觉 他很复杂很科学 但是原来他的问题这么大 好 我们看下面 在治疗的问题上 那治疗上 他不外就是西药 还有手术 这个是他的最主要 那问题是西药 它是以成分 来改变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但所有的西药 全部是含量 即便他有办法 控制你的疾病 把症状控制住 也能够让你的异常指数 短时间恢复正常 但你一旦没有再继续吃药 那你譬如身体痛 你吃了止痛劲 你今天吃 明天他又痛起来 还是要继续吃啊 你吃血压要吃了今天好 明天不吃药又来了 那你还要吃 那这样没完没了 因为他只是控制而已 但不是改善体质啊 因为这些含量药 他不可能改善体质 所以他无法根治疾病 最后的结论 那无法根治疾病就是 你这些药都要吃一辈子 吃到什么时候好 吃到急功近萃 死而后已啊 那这样一了就白了 要不然怎么会好 一般吃了都是吃一辈子 所以吃这样的需要 是真的有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手术问题更大 好 那手术只要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其组织受损 异常形态在疾病以衰老就讲了很多 反正肿瘤啊 硬结肿块这些都是属于 或是纤维化啦 关节变形 做那个 椎间盘突出 类似这一系列 甚至骨刺压迫啊 种种西医的说法 这些检查出来的 甚至还有脑出血 胃出血 这个组织受损 他们检查出来 有些甚至都会用到手术 那手术会破坏身体啊 消耗热的 是对重病患者 如果病人已经很虚了 是很难承受的 如果严重一点 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这里的结论就很简单 需要含量 问题也大 然后手术破坏性更大 然后在诊断上又出了问题 马上 第一个就是盗果为一 还有一个脑病不分 所以这样的诊疗 肯定是必多于利 这么复杂 反而问题这么多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所以我们提出 所谓大道治简 就是真正的真理 其实都是简单的 越复杂 反而越不容易解决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原始点 它是通过观察症状 从症状 从果去推因嘛 症状就是果 然后推断 能推断出什么 马上能看出这个疾病 到底是轻壮症还是重病 马上能够分出来 那也从症状的不同体质 特征 不同特征 然后可以推断出 它的体香位置出来 所以从症状 马上就知道 这个疾病到底多严重 然后它的体香位置在哪里 应该怎么下手 马上心里就有一个治疗的方案出来 这个是 我说目前医学是做不到的 那 有了方案之后 接下来就如何 把 决定按推跟热源的治疗原则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要 要求患者 要运动 休息 良好心态 这是患者要去做 然后 这样我们就有办法 改善我们的体质 什么是体质呢 就是原始点说 所有疾病 这些疾病都是由体香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你改善了 就是让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来提升我们的治疑力修复力 甚至免疫力 我们看下面 这些方法都是 非常容易 在日常生活 你看运动 休息 良好心态 要花钱 要花钱吗 不用 患者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 热源 那些日常的浆 那些都很便宜 电热器 插一个电 有时候就可以用了 类似这样 那所以他容易学 也容易用 因为这个都是日常生活 不会像医院 哇 很多药都很难拿到 甚至很贵 很复杂的 原始 这方面原始点都不需要 那所以 如此一学一用的诊疗方法 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 体质改善了 它就可以达到自我疗疑疾病的效果 所以 它最后就是 不仅可修到因变果爪 体质改善 这些 疾病跟衰老都会改变 来达到我们怎么样 防治疾病 及抗老征兽的目的 进一步还可以解除怎么样 你连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死 为什么 因为异常跟组织受死 也都是果 而我们从阴下手 这些果也会改变 所以一举束的 我们最后把最后一段 也请丽丽念一下 此外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亦以广泛应用于动物中 比如牛 马 羊 鸡 猫 狗 猪 而获得很好的成效 假以时日 面对禽流感 或可不再扑杀 七日代之的是人性化的处理 也有外热源用于植物的成功案例 虽因个案太少 未成气候 但亦值得期待 这里就是原始点 它其实不只可以救人 它的诊疗方法 也广泛应用于动物中 这之前放了很多案例 我自己也做过狗 就是一条狗走路一搏一搏的 结果我去找到 它腿部上面的原始痛点 按一按就好了 很快 按完马上就能跑 所以原始点在动物那里 也是一流的 我觉得 比我们现在的这些 西发展出来的医疗 都还要人性化 那所以 从这里来看 有时候也是很感叹 比如说养鸡养鸭 一得到禽流感 很多都要扑杀了 人当然这一次病毒也是 全球大家有些都要 就是被隔离 种种 这个还有话说 但是动物就没有像人这么好 它可能不只要隔离 还要扑杀 那只要一只感染 检查出来 其余的几乎都要 死一非命了 这个医疗怎么会是这么极端 有时候我也在想 医疗不就是要救命的吗 不只要救人民 应该也要救 救这些动物的命才对啊 所以如果从一个角度 这些病毒感染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从症状 你把体质改善 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体质是什么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啊 如果他们体伤 知道哪里有问题 把它找出来啊 动物有时候小小的 很容易找 比如狗 脊背那一条 你把它找找看 到尾巴那里 一般都有痛点 如果它真的有问题啊 那同样的鸡跟狗 鸡跟鸡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找得到 小小的鸡你按一样 如果找不到也没关系 就给它热源 温暖舒服 那这些他们 慢慢就可以 恢复 而且恢复了 还很健康耶 很快 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 原始点 对人是人性化 对狗也是一样 非常人性化 所以是不是可以取代 现在这种文明中的 不文明医疗方法呢 那至于用到 不只狗啦 我说马 也有案例 这里写的几乎都有字幕 马 羊 鸡 狗 猪 甚至还有很多动物 乌龟 鱼啊 我都 之前都有发表过 这些都不在论述 那至于植物就比较少 植物 那有发表两个案例 就是树枯萎了 他们用姜 姜粉泥去涂抹 种种 或是种植它更烂 就把它移到比较有阳光 接触外热源去改良它 类似这样 结果这些都改善了 但是毕竟还是个案太少了 没有什么 虽然没有什么值得 可以大大来推广 但是有这些极少的案例 也代表怎么样 这是可以发展的空间 也是值得期待 好 那也就是原始点 它简单的讲 它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展到 不止可以处理人 还可以处理动物跟植物 那我们这一篇 诊断与治疗就讲到这里 时间也到了 那我们就结束 各位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 诊断与治疗就讲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 让我们别人 再见 感谢观看